然後 我要冷靜的是說 我本來以為 如果在座如果在法五三很久 看師傅的書覺得理所當然 對我來講更是理所當然就是 師傅講說要 收心、設心 這些過程 還有集中、散亂、統一 我就這樣子看啊 我就這樣接受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 它是從哪裡來耶 做如此類的 放鬆身心、放下身心 從來沒有想過耶 可是當我這一段時間 密集在看這些東西 我在過去的很多東西 我在過去的 經典我找不到 我想要找源頭 有些是找得到的 什麼七支作法啊這些 可是有一些東西是我找不到 我怎麼找也找不到 我才知道說師傅 整理出來的 很多 我非常的訝異 所以我也很慚愧 對 就是這些東西 你過去覺得理所當然 好像父母給你的東西 你就覺得理所當然嘛 就是師傅教禪修 他每次就是這樣講 就是這樣講 我說知道啊 放鬆身心 體驗身心 放鬆身心 放鬆身心 就這樣子嘛 才知道 我說沒有耶 以前的人都不是這樣講耶 沒有人這樣講過耶 是師傅自己體驗出來的 整理出來的 然後呢 你如果辣掉這一段 你回到之前的東西 你是看不懂的 你看不懂 而且 沒有 很多東西就是沒有 你怎麼學呢 你學不到 所以我就說我需要冷靜一點 但是 我被這個東西衝擊的 原來我們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那個多到 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回頭 從一個歷史的長遠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很多東西其實是實不弄出來的 不是弄出來 是 他體驗出來 他整理出來的 然後 就是他做出來的 你都不知道 好多喔 非常的訝異 所以讓我重新來審視 師傅 的 在佛法 上的 應該說價值嗎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講那個 就是 真是 坦白說非常不容易 因為 我很難形容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 也就是說我很多東西 我要回頭去找藏經的資料 或是過去主事大德的 尤其是禪中語路的東西 我真的是找不到 我真的是找不到 所以那一道段的空白到哪裡去了 那如果今天我們沒有師傅 教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會非常的辛苦 我們還要回到藏經去看那些 我們看不懂的東西 還有那些 古代的形容詞 你是看不懂的 舉例來講 比如講按摩這件事情 有講一點按摩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按摩 他就說你下座之前要按摩七八下 或是上座之前要按摩七八下 怎麼按摩呢 不知道 可是你們進禪中就知道 這個怎麼按摩雙手搓熱 講得這麼清楚 這麼清楚 放鬆 很少 你們去看禪中的語錄 很少在講放鬆 都叫你 不可以放鬆 我所有找到的東西都是 不可放鬆 不是放鬆 就是說要抱定方法 不可以懈戴 所以你會以為 禪修就是那麼緊緊張張的 可是 為什麼古人沒有紀錄這一段呢 因為以前的本來就比較放鬆 所以如果我們拉掉這一段回頭去看的時候 我們處在這個時代身心這麼緊的狀況 要再用那麼緊的方式去修行 非常的困難 所以光放鬆這件事情 我就看到 如果沒有師父告訴我們 你還真的不知道怎麼做呢 因為 經典有一點記錄 就是說 譬如說他講說 你上座要慢慢上座 然後要什麼 閒善身心 可是什麼叫閒善身心 你也不知道 可是師父講得放鬆 非常的清楚 從頭到腳 從身體放鬆 從身體放鬆 心理放鬆 總而言之就是非常多 所以 我們得到的真是 多到超乎我們的想像 所以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 我們 真的要好好的來 或是研究 或是 或是體會 或是整理 師父的 東西 因為師父也很有趣 他也不會告訴你說 這些東西 是他 整理出來的 他就這樣洗 因為這個又回歸到 師父他的用意 是要讓人家看得懂 所以他不是做學術 學術就會告訴你說 他怎麼研究出來的 所以師父沒有 所以這個就讓我們 我就覺得我們好像小孩子一樣 就覺得父母給的都是現成的 本來就應該要有這些 這些東西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 拉拉喳喳 我講就 我就 東講西講 把我想到的 把我知道的 把我感受到的 跟大家分享 那我知道今天是很沒有脈絡的一個 一個分享 那 我覺得我用很感恩的心 剛剛有 師董事長在講 我很感恩 師董事長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給我們身屬實眾 談談我們的師父 那 學佛這件事情 在我的認知 沒有 一位好的師父 幾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有非常非常好的支持 可是進入是不可能的 所以 有師父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 我非常的感恩 然後 接下來就是看我們怎麼做 我們怎麼做 因為我們得到這麼多 然後 佛法是一代一代要讓人解脫 苦的 離苦 得樂的 所以 我們曾經在佛法當中 得到一點 離苦得樂的受用的時候 就應該要去幫助別人 讓別人也得到離苦得樂 當然我們的 我們的 程度啊 能力啊 各方面可能是不夠的 可是就是 就師父講的 你 你體會多少 你會講多少 敢做多少就講多少 你的這一生的因緣 福德有多少 你就做多少 就是這樣 那 這是佛法 身為佛教徒 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再加上 我們得到 從此